現在先幫我們聊一下 就是當時2018 郭文哲其實是不是其實是倒虧60萬 你怎麼看昨天特末技所法變成是正230萬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先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其實總共有三個不同的金流來源 第一個叫做他的房屋的貸款2000萬 第二個叫做他的這個捐款的收入 大概4000多萬 就是政治現金 就當時他收了大概4000多萬的這個政治現金 然後再來一筆就是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就是他一票30塊的選舉補助款 大概1700多萬 總共有這三個不同的金錢來源 那但是大家有一個邏輯是 你不可能去用所謂的政治現金 也就是捐款去還他的房貸 所以因為政治現金是不能拿來 放在自己口袋裡面的 所以他一定是要用選舉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的運用是可以個人去支配 所以選舉補助款可以去拿來去還他的房貸 所以昨天當然陳沛琦那個說法一出來之後 我就翻了那個舊文嘛 那可是翻了那個舊文之後 就有很多人來跟我指教說 其實你去看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收支帳 就是柯文哲那個收支帳 政治現金的收支帳最後的結餘是 負1183萬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拿所謂的1700萬的這個選舉補助款 去填補的話 那當然就有600多萬的這個盈餘啊 但是然後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包含那個貸款 假設沒有 因為以這樣的情況下 根本也不需要動告他所謂的房屋貸款 但實際上 那筆2000萬的房屋貸款 因為你要知道說我們選舉初期啊 就是其實沒有這種捐款的收入 所以所有的錢都是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房屋貸款的那2000萬去支出 然後柯文哲其實當時在選戰的過程中 也有對外說明說這個房屋貸款的部分啊 會使用在所謂的人事跟雜資 然後呢文宣跟活動相關費用 是用群眾募資的方式 也就是選舉補助 不好意思 也就是政治現金 所以他連這筆錢的這個用途 都已經有做一些相關的分配了 所以其實那2000萬的貸款 在選戰的過程當中就把它花光了 其實就花光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柯文哲在選舉後 他在監察院的這個申報當中 因為他後來他好像2020年吧 監察院有請他申報 那他有在那個備注欄裡面註記說 他那2000萬的負債 都用選舉補助款把它還清了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不太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昨天又突然多出了 所謂的230萬的這樣子的一個 說他有個這樣的結餘款 然後還可以把它存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 我當然沒有說要來打臉陳佩琪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可能也許他貴人多忘事 自己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就自己再回去 查看看到底這一筆錢是 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 以我們過去的認知來說的話 就算那個所謂的政治現金 政治現金有結餘 那你也不能拿來做所謂的私用 那而且我的印象說 那個政治現金的結餘 後來都拿去支付所謂的 這個選舉最後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丁手中有提出這個選舉無效之數 然後那個時候有說要驗票 所以其實都 絕大多數都拿去聘請所謂的律師 跟所謂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人力 去做驗票跟那個選舉無效之數的這個工作 所以其實應該都花光了啦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餘款這樣子 換句話說就是2018年的選舉結餘款 實際上應該是-60 但是現在被這個陳佩琪說 還有這個多了這個230萬 是不是公然扯謊 我剛剛講過我沒有打臉陳佩琪的意思喔 我不會去說他說謊 我覺得他也許真的是搞錯了 所以也許他回去自己再翻翻看到底那筆錢 是從哪邊來的 然後再來話就是說 那60萬的算法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喔 因為柯文哲自己在監察院的申報裡面有講說 他是拿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就一票30塊選舉補助款去還房貸 把它還清 那所以我就是拿所謂他的房貸2000萬 去減他的這個那個選舉補助款1700萬 那因為他有額外好像又不知道 就是應該也那個也是他自己的錢啦 就是他有所謂的這個保證金200萬 那加總起來的話大概還差60萬 所以他必須要倒貼60萬 所以那個是當時這個新聞的一個來源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是不能把那所謂的政治獻金啊 跟所謂的這個選舉補助款啊 跟那個所謂他的房屋貸款 把它當成是一個大水庫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把它拿來當大水庫 所以覺得還會有淫餘 但實際上這三筆錢是不能混用的 好 那個是張一山被罵 不是我被罵 對 因為我們是在裡面工作嘛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 而且都處理新聞嘛 所以當時也都知道 當時也陪他去借那個房屋的抵押款 所以我們也都知道說他就是借兩千萬整數 然後呢出來 然後當然 一開始也確實有運用到這筆錢 所以也不是說現在很多小草在網路上傳說 那筆貸款根本沒有動用到這樣子 就是這個要特別澄清一下 剛才張一山有說 有提出一個故事啊 就是說 那時候柯文哲有一個說法 說 只要出事我去找陳沛齊的話 就會去死 然後現在 就是這樣好像說 因為他說當年 就是有提到扁案的事情 是是是 那現在出了事情 也就要講話 可能還會不會 應該是這樣講 柯文哲在第一任的時候 算是蠻保護他的妻兒的啦 但是 你會發現到他對這個妻兒的 或是對他們家人的標準 也是不斷的在放鬆嘛 你看 第二任開始 基本上 很多時候就是要出動 勞煩 柯爸 柯媽 或是跟陳沛齊 作為他的這個 出來助選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嘛 那 到了現在 又把他的兒子拱出來說要開公司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他兒子 到底知不知道真的要開公司啊 因為從他兒子最近 大家公佈的一些他的行蹤看起來 好像對這些事情比較 感覺不是很在狀況之內 所以 我其實都覺得 這個有的時候就是 可能 他自己也要思考一點 就是到底家人對他的意義是什麼 而不能把家人都好像也是一樣 用這種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看待 然後把他們也當成是 可以隨時可歌可泣的幕僚 比方說要人頭 開公司就借他人頭一用 然後要他出來助選 就出來助選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很正確的思考邏輯 是 那因為陳佩奇他昨天還有自爆說 就是他還有這些金事跟這些預器 結果被抓包說 好像都沒有這個財產申報 那就您對這一個 這個科家還有科文者這個了解 就是說他們平常在螢光幕前的形象 好像就是一種 這種講得如此的高尚乾淨 但現在怎麼會不敢申報呢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他們昨天開了一場也不算是記者會 他們就是給特定媒體專訪 那既然要專訪 那很多事情必須先釐清清楚 包含像2018年這些帳 也就是說你要懂得 就是要知道狀況的人 先跟你講說這個東西你講出來有沒有問題 不要說講出來 然後突然現在看起來又有300萬的金流的落差這樣子 這個就有點糗 那同時也包含像這個申報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一樣啦 因為畢竟這個公務人員財產就是要依法申報 那今天很多東西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自由心證嘛 所以就看你自己 願不願意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今天現在看起來 檢調很明顯的查出來有一些 他們沒有申報的一些項目 那這個可能 我覺得陳佩琦當然要 一來他自己要說明 二來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對科文者的人設造成一個 蠻嚴重的衝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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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